大家好,星期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5日 葵聰有件過癮事件 猴子咬傷人事件 昨天早上9時 警方接獲報案指 一個清潔女工 在葵聰保利街8號對開山坡位置 被一群猴子咬傷背部 女工受輕傷清醒送院 現時消息指 今天早上8時多 一隻猴子高處墮下 去到花園裏 猴子當場斃命 其後有多隻猴子走到附近 看同伴服屍的位置 有目擊者指 當時一名清潔女工靠近查看 遭到一隻猴子 即是應該以為 這些有義氣 即是一隻猴子以為想搞死 那隻猴子就咬牠的杯 只要一人報警 女工清醒送院 早上10時多 有餘護處的職員 檢查猴子的屍體 有解方表示 尚指經常有猴子 我真是現在才知道 葵聰原來有猴子 大圍的 我們去猴子山 對嗎 通常早上10時晚5時 就會有猴子成群結隊在山上 警方正在調查這件事 原來過去本港 曾經發生多宗猴子咬傷人案件 包括前年11月 城門水塘 一個中來兩宗猴子咬傷 行山下的事件 兩個女生 只是咬女? 這群色人 需要送院 以及前年7月又是女生? 而是一個女生和一個友人 行城門水塘近菠蘿巴 其後她被猴子咬傷 於是女事主清醒自己去報警 餘護處顯示 資料 香港野生猴子的送獄 總共18隻 分成約30個猴群 品種為長尾猴 他們是雜膠種 過去多年由於 其實我也有為人類過度飼養 使得本地的野生猴子數目急速增長 此外經過不斷與人類頻密接觸 這些野生猴子失去了畏懼人類的本性 由於畏懼人士經常以交代攜帶食物 所以現在的小猴子很喜歡搶食物 很離譜 我嚇到我都害怕 我這麼肥大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與廢山做有能力的 Patreon 支持 多謝你們 拜拜